今天我给大家录一款跳舞篮教程 首先4厘米的丝带剪5厘米10片 拿出一片开始剪花瓣 对折 从折痕的部分0.5厘米的地方开始下剪刀 最古的地方剪掉锁边 剪到丝带的1 3分之1处 转圈剪出小蓝腰 直接剪到直角部分 从直角下剪刀 剪出一个三角形 好就这样的花瓣剪完了 接下来拿打火机锁边 锁边的时候注意 用打火机的内眼快速的掠过丝带的边缘 好接下来拿出我们的马克笔 91号色 开始上色 从腰部开始点起 腰部的点点要多一点 上下两边一边过渡几个 好 比试91号 接下来开始用打火机烤出造型 首先是小手臂的地方 轻轻的烤过去 用食指向里推 在下边裙摆的地方 一边扭一个波浪 好腰部让它扣过去 对折 用剪刀剪一个小开口 好这样一片美美的花瓣就完成了 接下来开始做花心 用10厘米的叶麦铁丝和一根花蕊 花蕊对折 上边轻轻的挫开一点 把叶麦铁丝放到中间 对折 折过来后是对齐 拿出尖嘴前 把叶麦铁丝夹紧 折好后轻轻拉一下 拿花蕊胶带缠起来 缠到下面三分之二处 剪开花蕊胶带 拿出花瓣 从刚才的孔穿过去 在叶麦铁丝和花蕊中间交界处打交 将花瓣推上去 顶部要转圈 让胶均匀的分配在花瓣的周围 好 10片小花朵做好